就是引导我们的那个台湾企业 台湾人才 参与我们的乡村变形 最后我想这个两岸交流的大趋势是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目标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独促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竞争 3月5号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人大代表们一起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台湾省代表共有13人 他们中既有各级各部门党政领导干部 也有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 和台胞自主创业的优秀代表 来自全国各个地区 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陈桂静 是生活在大陆的第三代台胞 在四川省鹏州市白露镇 白露鼎村担任村支书 这些年 他积极推动台企落户 引进台湾种苗 邀请台湾专家、教授茶饼制作和茶园管理 两岸交流合作 为白露鼎村经济发展注入火力 村民人均收入由十几年前的四千元 增长到近三万元 今年 他准备了一份关于乡村振兴的建议 我们台湾农业做得挺好 就是引导我们的台湾企业 台湾人才 参与我们的乡村振兴 参与我们的乡村建设 然后让他们参与进来 他们有更深的体验感和融入感 然后对于他讲我们大陆故事 讲我们祖国的故事 讲得会更好一点 在台联工作多年的周琪 回忆2016年以前 他表示 当时两岸文化交流非常多 也非常热络 民进党上台后 一步一步出台各种限制政策 阻碍两岸交流 最后甚至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 基本掐断了两岸交流 今年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大陆方面也在积极推动两岸交通恢复正常 呼吁全面恢复两岸小三通 即增加直航航点 其实我是觉得跟台湾的朋友 在这种微信上交流 大家都真的急得要命 就大家都从老百姓来讲 大家都很多是希望交流的 非常希望交流的 那这个就是看台湾这个当局的 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想要交流的 就是看台湾当局的这些做法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 他自己甘心当这个美国的走足 去把这个两岸关系放在这个中美博弈的 这个大平台上 自己当人家的这个走足 那我们在想说 这个看感觉上讲台湾人民 已经足部在认识到他这个 这个对台湾的这个祸害了 但是这个我想这个两岸交流的大趋势 是不能改的 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廖志豪 是一名来自上海的台胞 他从2019年担任上海市台联副会长一职 多年从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工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同心共创复兴伟业 对此 廖志豪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 可以让两岸民众生化交流 共同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中华文化 同根同源 很多东西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要一直传承下去 交流下去 这个是我的一些对于 两岸融合工作的做的一些工作 中华融合 实际上小朋友开始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的这么一个方式 通过很多小朋友的表演 能够达到一定的能够大家交流这么一个目的 记者注意到 今年两会期间 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 两岸融合 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建言宪策 陈云英代表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同胞不能缺位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应该是1840年以来 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也是台湾同胞追求多年的 所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就是两岸同胞同享幸福的国家 我是希望在我们在建设的时候 台湾同胞不要缺位 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民主伟大复兴的梦 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奋斗的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他们来到祖国大陆圆梦 反映名声履职建言 在两会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 多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告诉记者 他们在参会履职的同时 一直感受到一种责任 一份压力 两岸的形势也是不再不断的变化 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而是需要不断的去聆听附声 不断的去实地的去调研 能够得到非常切实有效的 非常一手的资料 然后大家在一起研究出一套非常切实有效的措施 提供给我们的政府去思考 大家知道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就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向大家反映 作为台籍的人大代表 肯定就是履好职 多去了解我们台胞 台籍青年的一些心声 然后努力地为大家发好声 稳 Armen 杉 评 迪 numa 《文